快再問,每日一問,五分鐘提升你個人價值 今天我還是在戶外直播 然後這個地方等一下照給大家來看一下 那昨天的地點我學生猜對了 昨天是在高雄市的中山路 我這站前面的中山路參名 謝謝,按這麼多站 昨天我講到鯨魚關行交什麼事 朋友就問我說,鯨魚關行交什麼事 還有什麼可以講的嗎 我今天再繼續講鯨魚 Part 2 昨天講的是鯨魚的記憶力是超短的 我們在講說,鯨魚的專注力很短 所以我們在行交上一開始就要讓人家了解說 我要給它什麼東西 讓它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它才可能會繼續幫我們看下去 看我們後面的一些說明 才會繼續看下去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是鯨魚的Part 2 鯨魚的Part 2 那這個理論是在講說 又現在是在講說 其實在熱帶海洋裡面有一些鯨魚 它其實它的記憶力是很差的 它對於它游過的地方 它都不太記得 它可能這個地方 它已經游了五六次了 已經經過這個地方五六次了 它都還是感覺 它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從這邊游過去再游回來 它就覺得 這個地方我沒來過咧 都好像有新鮮感 那OK 那這樣關於行銷是什麼事情 今天我們關於行銷 我們來講後面的行銷之後的 客戶關係管理 如果這種現象 你如果讓你的成員知道說 你的顧客每次來到你的店裡面 他每次來 你都把它當成是新的客戶 那會有什麼經驗發生 那就完蛋了 OK 為什麼 因為你的客戶 沒有感受到你重視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這是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是在一本 我們看過的 之前前一陣子 蠻流行的一個 體驗經濟這本書的 是有者 John Payne 他所提 他所說過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 他去了一家飯店裡面 住了四晚 每一晚 客戶的吧台的貴 的吧台生都問他說 你明天早上要什麼東西 要什麼樣的報紙 要什麼樣的東西 他每一晚每次都講一次 可是隔天 晚上 一到的服務台 的服務生 還是再一次的問他說 你明天早上要什麼東西 這讓這個 就拍了 感覺說 為什麼我一個 已經來過你這個店 這麼多次 而且連續住了兩晚三晚 為什麼你的服務人員 還是每天都問我說 我明天早上要什麼東西 這是不是讓他感覺說 你這個 這家飯店 根本不重視我 這樣會產生 你客戶的流失是很嚴重的 我們要知道 行銷是在抓 抓什麼 抓潛在客戶 讓他每次進來你的店裡面 你都能知道說 誒 這個客戶的使用習性是什麼 他的習慣是什麼 他喜好是什麼 他 很親切的去問候他 在我們問候他的信件 問候他的一些訊息的話 都能讓他感覺說 誒 我們記得他 那這樣可以保持他什麼 都我們的忠誠度 一個客戶 我們如果能夠提高他的忠誠度的話 他的價值是高於 去你花很多錢去吸引一個新客戶進來的 我是要價值高於十倍 所以今天我們要講的這個 鯨魚關心叫什麼是 Part 2就是說 你要好好的去關注你現在的原有的客戶 把他們的顧客關係管理做好 提高他們的忠誠度 不要讓你的客戶好像是 感覺你是那隻鯨魚 每次來他你都不記得他 這樣是很糟糕的一個新聞 這也是 老師 這也是一個品牌經營你要注重的一個點 OK 那我們今天就講鯨魚的Part 2 如果你有什麼喜歡的什麼的話 也可以跟我講 我會找一些 來跟你尋溯一下行銷的一些問題 OK 我們今天快債務 每日一問五分鐘 增加你個人價值就到這邊 OK 拜拜